人七中,隨企輝報導 掛人落水,潛入船艙搜殺 找到乘客,立即救上小艇,即場施救 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奉趙協助 有乘客說船被撞後,沉得很快 我們這樣走,爛了撞過來 聽說是高速船 高速度都很快 都快,很突然,一撞完 接著我們跌在地上 十分鐘不夠,船已經沉了 還是救生衣都來不及著 我們等了二十多分鐘,消防船才到 才有玻璃讓我們游出來 意外發生在晚上八點多 南亞四號載住一百二十一個 港燈員工和家屬,以及三個船員 在南亞島的電廠開出,準備駛去維港看煙花 但去到離榕樹灣碼頭,大約兩海里 被一艘港狗小輪高速撞到 開了船大約五分鐘後 有一架船攔腰撞過來 撞了之後,按照當時的船員說 船員跟著離開,沒有停在 我們的船員馬上報警 船尾已經下沉 同事們立刻來進行搶救工作 消防說很多乘客跌落海,搜救有困難 夜晚坑在水下面的能堅度非常低 再加上雜物阻塞,增加同事救人的困難 我們相信可能還有少部分乘客被困在船裏 當局凌晨三點多安排一艘等船到場 用艦索固定下沉的南丫4號通宵搜尋失蹤者 搜救行動期間,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 不斷在上空盤船 而消防派出210個消防和救援人員協助搜尋 至於警方不斷在現場巡邏,防止其他船隻靠近 有線電視記者,徐奇輝不道 林海榮現在就在撞船以外的現場 林海榮,搜救工作進行成怎樣 我們現在看到現場的情況 就是消防暫時撤離了 我們一起望向船 現在看到出事的船 船頭仍然傾斜地在水面上 吊備船就是固定了船頭的位置 其實在半個小時 9個小時之前 看到消防的小艇 載著挖人的小艇 暫時撤離了 去到較遠的位置戒備 看到圍著出事的港燈船 其實只剩下警方的小艇 但是消防署就說 仍然不能排除有人被困或失蹤 守舊的工作仍然繼續 暫時未知消防會否再次出動挖人 還是使用其他方法搜救 我們看到現在海事處、消防 以及政府直升機仍然在附近戒備 再看看進一步的情況是怎樣 麻煩你繼續留意當局的部署是怎樣 謝謝 被葬層的南亞4號 很多乘客獲救之後 都找不到同行的親友 有人慶幸得到同伴協助逃生 亦有人說看到很多人被困 離不及穿救生衣 黃曉瑩報導 有乘客被救起的時候 當場證實死亡 屍體要用毛毯蓋著 一些乘客送上案的時候 要救護員繼續做急救 但已經沒有知覺 李Sir,這個CPR去哪裡? 560 他沒有 == 11安 fois 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 又有誘導 雙勢較輕的 分批陸續送反市區的碼頭 wrapped next time 先讓llege 不好意思 過了午夜即是事發四個小時後 仍然不斷有獲救的乘客埋案 還有人到處找同行的親友 我有點找回來了 但有些人未找到 先讓他上車 媽媽在那裡 他和太太失散了 唯有幫忙救其他人 開了窗戶推這個小孩出去 然後被一個健康衫穿著 推了一些 先圈了出去 然後我再救這個出來 那太太呢 因為太太失散了 因為現在船已經凍起了 亂了 桌椅全部跌了 好像滑梯一樣滑下來 有人說沉船那一刻很亂 全靠身邊的姐妹救她走 我紮著腳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我想要死 那些水浸著我 然後我朋友這樣拔我腳出來 拔了出來 你穿著手新衣浮高 我喝了很多鹹水 我都想要死 然後底下被被紮到 我想都不在 有人一說回事發經過都很激動 人們淹到這裡 每次淹到這裡 因為淹得很快 淹得很快 我們打算沒得走 死定了 所有人被困在船裡 所有人都被困在水裡 船這樣的人已經擠起來 椅子都塌下來 有些已經是… 陸續都有傷者被救上岸 海研碼頭有大批救護員 和至少十多輛救護車在戒備 大碼… 傷者分別送到五間醫院救治 有線電視記者黃曉瑩 和港燈船相撞的港九小輪 有十個乘客和船員受輕傷 之後沒有留在現場協助搜救沉船的人 有乘客說是他們要求船長繼續駛去榕樹灣 海事處就指一般情況應該留下救人 陳婉婷報道 撞到港燈船的港九小輪海泰號 是一架雙體船 朝早仍然停在榕樹灣碼頭 船頭損毀 欄杆掃淋 底部穿了一個大洞 左邊船身亦撞爛了 有乘客說船載著幾十人 昨晚八點在中環開出 快回到榕樹灣碼頭時出事 他說看不到當時怎樣撞 船上的人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突然間就聽到很大聲 接著船就鑿側到一邊 我們自己都失了平衡 看到人們就跌了下椅 或者有些撞傷 整理了一會兒 大家鎮定了 看到快到碼頭 我們就要求船長說 可不可以先回來碼頭 接著再開船 我們的船也入水 你的船也入水 是的 船頭入水 那些人又再一次驚風 港狗小倫就說 船有做定期安全檢查 但交代不了對上一次是何時 也未知傷臟原因 我們的船的乘客 大概有100個人 即不跳過100個人 有幾位乘客受傷 但現在自我所知 應該都已經出院了 其實船長 因為我們船那裡有些同事 他們之後都去了醫院檢查 所以其實我都不方便聯絡到他 在現在 海事處說 事發水域沒有速度限制 而當時天氣和視野都不太差 海面有中浪 現時判斷不到 哪一艘船對事件的責任大跌 在海上發生撞船 在海上發生撞船 一般如果另外兩艘船 一隻一隻會有下沉 需要協助的 另外一艘船都應該逗留在現場協助的 但我們初步得到的資料 在導輪上也有乘客受傷 事發時間 除了那兩艘船發生碰撞的 在他們附近周圍 其實都有其他船隻 而其他船隻 已經是即時對南亞四號 墮海的乘客作出協助 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導 沉船事故裏面 部分死難者的遺體 暫時停放在香港仔水警基地 大批警方災難遇害者 辯認組人員到場 協助辯認死難者的身份 部分家屬去到現場了解情況 遺體會議送到葵聰公眾殿房 在馬利醫院 有傷者家屬等候消息 親友互相安慰 被救起的傷者分別送去五間醫院 部分人嚴重或危殆 行政長官梁振英說 現在工作重點是搜索失蹤者 和搶救傷者 又說會徹查意外的成人 搜索失蹤者的工作 是會繼續下去的 我們現在的搜救工作 是從海空那兩方面 範圍是比較大的 政府的潛水隊人員 亦都進入下沉的船艙裏面 去搜救生還者 在我們做這個搜索和救援的同時 我們會去徹查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件事的成因 休息回來會有其他新聞 稍後再見 國慶街節 紅星島河 齊齊把轉校園 歌地 開派對 今天上午九點半 少林足球 下午三點半 開心鬼 有線第一台 全新美讚神安兒保衛家 提升DHA多80% 還有啊 我愛媽媽 想小朋友學得更多 頭腦和健康一樣重要 全新美讚神安兒保衛家 DHA增加80% 還有三重健康防護 健康自省 學得更非凡 多謝媽媽支持 美讚神招亮十年觀 我知道尖尖尖尖有甚麼特別 它除了有尖頭插毛之外 還會震的 色似味聲波震動牙齒 一宗撞船師姑 令到38人撞身大海 有人浸到這裡 一邊一邊 因為浸得很快 浸得很快 我們打算沒得 死定了 九十多人受傷 未確定有沒有人失蹤 有人獲救逃出生 但親人生死未卜 我有點找回 但有些人未找到 兩艘船上一共六個人被捕 政府成立委員會調查 《慘劇》原因 政府將10月4日定為全港哀悼日 這節新聞最前線 每場進報道 這宗本港41年來最嚴重的海難 各位 一殺的撞船 拆散了多個家庭 亦都令到全港哀傷 慘悸死亡人數增加到38人 包括五個小童 九十幾個傷者 有四個人仍然危殆或傷勢嚴重 由於未掌握到船上的人數 是否還有人失蹤未確定 港燈船被雙體船撞中後 迅速下沉 乘客滄黃逃生 很多乘客一家大小去看煙花 事發後很混亂 除了逃生 他們亦都擔心親人的安危 慘劇為何會發生重要調查 警方拉了兩艘船上共六個人 政府將未來星期四定為全港哀悼日 中午默哀三分鐘 往往主席李嘉誠 探望受傷的港燈員工 共事說會幫同事渡過眼關 先由他收下報道 乘客生死一刻的情況 有乘客被救起時 當場證實死亡 一些乘客要救護員急救 但已經沒有資格 李Sir 這個CPR去哪裏 當中有小朋友 走 比較輕傷的 分批送回市區的碼頭 可以自己走上救護車 過了午夜 即是事發四個小時之後 仍然不斷有獲救的乘客埋案 還有人到處找同行的親友 我有點找回 但有些人未找到 先讓他上車 我有媽媽在那裏 李先生和太太失散了 大女兒和小兒子 就一起救回上岸 這個我抱著 這個我捉住 有手捉住 我首先把這個 開了窗 然後把小朋友推出去 然後讓他穿著 然後把小朋友推出去 然後我再救這個出來 那太太呢 太太那時候 因為太太失散了 因為船直接凍起了 我亂了 那些桌椅全部掉了 好像滑梯般滑下來 李先生送了對子女上救生佛 回頭再救其他人 擦傷了手腳 上水境的時候 上水境的時候拆到 上水境 即是在水上 我救人上去的時候拆到 他後來知道太太也獲救 不好意思 不用擦傷了 他就和兩個妹妹 和一個兒生孫 一起坐廣燈的船 知道其中一個妹妹獲救 他自己就全靠朋友救回 我拆著腳拆不出來 拆不出來 我以為是死的 那些水浸著我 然後我朋友這樣拆我的腳 拆了出來 你以為是穿著手生衣浮高來 我都喝了很多鹹水 我都以為是死的 然後底下那些被拆到 那些我想都不在 陳太一家四口上船 和先生一起獲救 他們將一對子女交給消防員 之後失散了 那些人浸到這裡 一路一路 因為浸得很快 浸得很快 我們打算沒得 死定了 所有人都被困在船裡避 所有人都被淹在船裡避 所有人都被淹在水 已經被淹在水 那些人都被淹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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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快 就很快 那些人都被淹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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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被淹在水 哪些人都要淹在水 我們是 FCC 三更多人都被淹在水 其他人都被淹在水 有線電視記者去抽下報道 裝船一刻岩丫4號急速下沉 船上的乘客說連救生衣都趕不及着 又隨機揮報道出事的經過 載著百多人的港燈客船南丫4號 打直向下沉 船底插在海床 船頭露出水面 消防坐小艇駛近 掛人落水潛入船艙搜索 找到乘客立即救上小艇即場施救 找到乘客立即救上小艇即場施救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奉趙協助 有乘客說船被撞後沉得很快 以外發生在晚上八點幾時 以外發生在晚上八點幾時 南丫4號載住121個港燈員工和家屬以及三個船員 在南丫島的電廠開出 準備駛去維港看煙花 但去到離榕樹灣碼頭 大約兩海里被一艘港九小輪高速撞到 當局凌晨3點多安排一艘等船到場 用艦索固定下沉的南丫4號通宵搜索失蹤者 搜救行動期間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不斷在上空盆船 而消防派出210個消防和救援人員協助搜索 至於警方不斷在現場巡邏 防止其他船隻靠近 有線電視記者 隨其輝不道 南丫4號下午調上來 見到船尾左邊是選委最嚴重的地方 而當局的工作重點 由搜索轉為刑事調查 暫時拉了兩艘船上六個船員 涉嫌在海上危害他人安全 警方不排除還會拘捕更多人 林可傭報導 南丫4號沉落海底的船尾 事發後19小時由三艘等船拉回上海面 近船尾夾板位置 欄杆變形 頂部剩下一個框架 部份座位撞到飛起 選委的部份主要集中在船的左邊 三艘等船吊起出線船隻期間 海事處 水警和消防都在附近戒備 亦都警告傳媒的船隻 不能靠得太近 以免影響打撈工作 警方初步調查後 抓了六個人 他們分別是 警方拘捕了六名人士 包括三名在南丫4號工作 以及三名在海泰號工作的人 他們是涉嫌 觸犯了在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的罪名 事發的地方 亦都不是一個特別繁忙的地方 亦都可能我們懷疑當時那兩艘船 是負責這艘船的有關人士 是未履行他自己法律的責任的 他說事發校一直交代不到 死傷者的名單和人數 是因為沒有人提供到乘客名單 連有多少人在船上都不知道 當你沒有名單 沒有數字 有時候你不能夠說差多少個 或者是誰還未找得到的 所以現在我們要調轉 要做的方法 就是在找到的人當中 逐個回頭去跟他談 你還有沒有朋友你是未見到 不見到的 或者他的聖靈提供給我們 讓我們核對 變成這個工作很免費 消防由早上開始 一直有派蛙人落水搜救 搜尋船移上水面之後 消防會作罪後搜尋 預計會持續兩日 有線電視機在立海融部 彭德章一直都跟進出示港燈船的情況 彭德章 手船現在拖在哪裡 港燈的客船大概在六點半鐘的時候 被兩手一帶一勢的拖輪 拖到近一個牙轎灣的位置 我們可以在近岸看到 有一批工作人員在等船上做一些檢查 他們曾經都有走上去出示船隻的船頂 就是在上面走來走去 都會做一些影照和一些檢查的工作 其實靠近距離一些位置 我們都可以勉強看到 船的左邊的損位是最嚴重 而且裡面的椅子、雜物都是亂的 我和你先談到這裡 行政長官梁慎英下午聯同多日政府部門首長召開記者會 為死難者墨礙 政府將10月4日 星期四定為全港開道日 18區會設調研處 又會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言訊 詹政又許參加報導 政府舉行跨部門聯合記者會 一開始 官員為死難者墨礙一分鐘 我亦都已經決定在這個星期四 即是10月4日 定為全港開道日 由星期四開始連續三日 各個政府建築物的特區區期 會下半期致哀 主要官員會在期內取消 非必要的公開活動 我和各司局長和主要官員會在星期四 中午12時 在政府總部的東疫前地 默哀三分鐘 默哀期間除了緊急和出入境服務之外 其他政府服務暫停 全港十八區 星期四下就開始會切掉言策 給市民調言 民政署稍後公佈地點 今次海難導致嚴重傷亡 梁振英說 相信死因庭稍後會進行司法程序 政府亦都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言訊 就事故的起因 日後如何避免同類慘劇和相關事宜 展開調查言訊 調查委員會會有高度公信力 而且獨立於政府的人士出任 在與行政會議相討之後 我們會盡快公佈委員會的組成和職權範圍 梁振英又解釋 深夜去到救援現場視察 是有實質工作要做 而邀請內地協助打鬧 是為了保障人命 有線電記者去抽下報道 今次是本港四十一年來 死傷最嚴重的海難 水徑不停將一句句的遺體 送到香港仔水徑基地 家屬含淚送別親人 黃雅民報導 水徑將找到的死爛者遺體 逐一送到香港仔水徑基地 警方的災難遇害者辯認組人員 協助辯認死爛者身份 留將一些相信是乘客逃生用過的 水泡和救生衣搬上岸 又用黑色大膠袋 將死者的遺物運走 在葵涌公眾臉放 黑箱車一格接一格 將遺體已送到此 有家屬接到消息趕到情緒激動 社署安排社工為家屬心理輔導 這次是超過40年以來 香港海域內最嚴重的一次海難 對上一次要數到1971年 一手有38年船齡的客輪佛山號 在10號風球下翻沉 88人離難 而對上一次造成這麼多傷亡的災難 是96年嘉利大廈的五級大火 當時造成41人死,80人受傷 有先電視記者黃雅文報道 至於與港燈船相撞的港狗小輪 有10個人興傷 首船出事後沒有留在現場 繼續駛去榕樹灣 有乘客說當時很害怕 船又入水 是他們要求船長駛埋岸 陳婉婷報道 撞到港燈船的港狗小輪海泰號 是一架雙體船 趙組仍然停在榕樹灣碼頭 左邊船頭嚴重損毀 底部穿了一個大洞 船頭的欄杆掃淋了 水徑趙組駛近船調查 又上船拍照做記錄 船在意外後 並沒有留在現場 而是繼續駛去榕樹灣碼頭落客 有乘客說 船上有幾十人 昨晚8點在中環開出 快回到榕樹灣碼頭的時候出事 他說看不到當時點狀 突然聽到很大聲 然後船就側側一邊 我們自己都失了平衡 看到人們跌了下燈 或者撞傷 整理了一會兒 大家鎮定了 看到快到碼頭 我們便要求船長 可否先回來碼頭 然後再開船 我們的船都入水了 船頭入水 人們又再一次驚風 港九小輪說 船有做定期安全檢查 但交代不到對上一次是何時 亦都未知傷臟原因 我們船的乘客大概100個人 即不超過100個人 有幾位乘客受傷 但現在自我所知 應該都已經出院了 其實船長 因為我們船那裏有些同事 他們之後都去了醫院檢查 所以其實我都不方便聯絡到他們 海事處說 事發水域沒有速度限制 而當時天氣和視野都不太差 海面有中浪 現在判斷不到 邊手船對事件的責任大些 有請電視記者陳婉婷報導 警方設立了熱線 187999 被市民查詢死傷者資料 港燈的熱線就是 2433391 被員工和家屬親友查詢 新聞台今晚10點半 會有南丫島海難專題報導 請留意 現在先休息一會 下一次繼續會有 有關撞船事故的消息 全後見